1,2,3,4,5,6,7,8,9 就是你们的那 哈喽大家好我是阿哲 刚刚开头变的魔法 大家喜欢吗 这次来自Google的AI制魔法哦 毕竟各位应该无法反驳吧 每年的Pixel系列 用起来都像在变魔法一样 毕竟那些硬体上的物理招式 Google总是更加喜欢 靠着满满的软体黑科技 试下各种法术 然后我就会像中了诅咒一样 脚本越写越多 写都写不完 那么去年的Pixel 8系列 各位有看评测影片的话 应该就能深深体会 它真的为这新一代的手机AI世界 写下了新的篇章 让大家领悟到 人工智慧已经不像以前 手机那样只能发挥在一小部分 而是真的有无限的可能性 所以我们开始期待 不仅Google 包含其他厂商 未来会有怎么样的发展 更何况现在是人称 AI元年的2024嘛 今年各家厂商在发表会上 花大篇幅讲相机 已经有些落伍了 花一段时间 是有自己各种AI功能 那才下趴 包含今年的Google Pixel 当然也是如此 而且我们回忆一下 历年来Pixel手机的发表会 不是都是在iPhone之后吗 像Pixel 8系列就是10月发表的 结果Pixel 9系列 一个插队赶在iPhone之前了 再加上今年iPhone 一定也会再三强打 苹果的那些AI新功能 所以感觉Google这个用意 似乎有点明显啊 就是一个先AI先赢的概念 而且 即使这是Pixel提早了两个月 推出新系列 但很明显 它也不是随便赶压子上架的啊 为何这么说 因为他们这是一口气 推出了四种等级的手机 有Pixel 9 Pixel 9 Pro Pixel 9 Pro XL 以及名字不好念的折叠机 Pixel 9 Pro Fold 那现在在我手上的 就是其中两款 分别是最入门的Pixel 9无印 以及说得上是超大杯 但非折叠的Pixel 9 Pro XL 刚刚讲的这支支 在台湾也都会上市 但他们并非同时上市就是了 你们眼前的Pixel 9跟9 Pro XL 会最早开卖 9 Pro Fold折叠机会晚一些 9 Pro则是还没说会合时开卖 就就是说为何目前 还只有这两只可以开箱啦 总之我们就尊重传统 先从大支的Pixel 9 Pro XL开始收起 开箱 go go 话说后别上次出现XL 这个后缀已经是五年前了耶 自从4 XL之后 就都没有这个命名了 而且现在是在Pro这个名字 没有拿掉的情况下 再加个XL进去嘛 这就是因为Google 这是稍微采用不一样的策略了 以往六到八代 都是出一支无印款 就是后面没其他文字的 机身会比较小支 然后规格没那么顶尖 比如没有望远镜头 记忆体比较小等等 然后另一支是Pro款 机身会明显更大 规格也会给到满 那这支的Pixel 9 Pro XL 其实就是先前的Pro啦 就是大萤幕最高规格这样 这个Pixel 9 Pro 反而才是先前没有出现过的形态 就是在与Pro XL保持 几乎相同的豪华规格之下 将萤幕与机身 缩到无印量的大小 让喜欢小手机的人 也能拥有与超大杯同等的体验 比如望远镜头等 以iPhone来比喻的话 Pixel 9就是iPhone无印 Pixel 9 Pro就是iPhone Pro 然后Pixel 9 Pro XL就是iPhone的Pro Max这样 所以我当然会对Pixel 9 Pro超有兴趣的 终于又有厂商肯做西线小手机啦 至于Pixel 9 Pro Fold 我们就一到之后的影片再说吧 一方面折叠机又要花了一堆篇幅去介绍 一方面这名字真的太拗口啦 甚至连官方自己都不小心弄反过 好了回到这次的盒装 也真的是一个彻底改的画面了 底色变成灰色 这个logo也从彩色G变成Google全名 正面一样印着手机的外观 结果连背面这个封条的形式 也变得跟以往不同了 通常都是两条封在盒子边边嘛 但这次往内跑了一点变成这样 这种包装方式我还是第一次见过 那对盒子都还没拆封 就是要来跟大家一同见见它的底面啦 那可以看到它其实是采另外两层的包装设计 拿掉外面的纸壳后 里面就是束束的纸盒印着手机的线条图 蛮特别的 现在已经蛮少看到手机是这样包装的了 那么接下来各位就熟悉啦 似摸一次现在开始 对啦就是这个 对我来说已经再熟悉不够的设计 超过半年前的爆料纯红 差不多就是这个样了 跟前几代最大的差异 就在于这个Camera Bar 变成了Camera Island 左右不再往边框收边了 而是这样子独立一块 而且除此之外 柴子也从亮面金属变成雾面了 这我觉得很棒喔 不然前脑袋的设计 真的很容易让Camera Bar刮伤 玻璃背盖也同样保持在雾面 触感也都很像 就是相当细致的那种很舒服 好啦那先来提一下这个背后的镜头好了 配置都跟8 Pro相同 就是主镜超广角与前望镜 规格也几乎照搬啦 这有超广角镜由于你来硬体升级 这个主镜头用的是跟上代同款的 三星ISO 4LGNK感光元件 尺寸1.31寸 画素5000万 就是个高阶但不算大的底子 那超广角则是升级到IMX858感光元件 底子大了点 画素就维持在4800万 很够用了 望远镜头就跟上代同科 采用前望镜的形式 有5倍光学变焦 画素也是4800万 其他就是闪光灯跟温度感应器 这位置也是跟上代一模一样 好我们移转到边框这里 跟上代Pro一样 维持着亮面金属的设计 但是呢 这个轮廓也跟随当今手机的流行 变成这种平面的了 但它还是有稍微一点点的圆角收边啦 反正这种东西就是各有所好 现在的平面设计视觉上更俐落 但拿起来可就稍微没原认边框那样舒服了 至于正面萤幕 现在当然一样没在跟你取面了 就是直直的这样收边下来 讲了那么多 就拿上代Pixel 8 Pro一起比较一下啦 是不是 除了后镜头模组差异比较明显之外 边框变平了看起来也差很多 怎么讲 我个人是比较喜欢上代的Camera Bar的设计 但同时也比较喜欢这代的平整边框啦 只是这两个要素如果合体起来 嗯 想想好像也是有点怪怪的 就这样吧 然后边框方正归方正 但机身四个边边可就又是另一回事了 之前七代到八代的时候 它的边边就有进一步变圆润了 结果Pixel 9系列可说是变本加厉啊 这整个圆角又更大了 等等看萤幕之后会更加明显 所以这个Pixel 9系列 也可以套一句先前我说过的话 那就是它变圆也变方了 想当说六代跟七代Pixel 还算得上市之边角方正的手机呢 我也比较喜欢以前那样啦 毕竟方正是我的喜好嘛 结果现在的方正担当 换成三星超大杯来当了 虽然将来好像也有长龙的S25Ultra 也要变圆了啦 不 好啦 至于机身大小两代没多大差别 可是镜头模组嘛 可能因为这代变成孤岛设计啦 让整个视觉上看起来又比上代更凸了 是没有那些路上手机凸啦 但就有种简单粗暴的感觉 那上代Pixel 8系列已经拿掉曲面侧萤幕了 不过边角还是有做一点点的收边 而这代就是整个平的 优点就是把护贴会比较好贴啦 然后老样子按键都在机身右边 音量电源键位置同样跟大部分手机相反 每次从别家手机用到这支一定会按错十次以上 机身顶部有5G毫米波天线开孔 在台湾可以一大张装饰用就好 机身左侧除了两条天线外一片光滑 实际说对 它的天线分布方式也跟上代不同了 上代有两条会跟着CameraBar这样一起延伸嘛 那这代变成孤岛了 所以这边就只剩一条而已了 那底部就喇叭开孔 Type-C充电孔跟SIM卡槽 哦对了 前镜头挖孔一样是置中的嘛 但我只能说 这代的存在感实在是真的有点高 等等开机你们就懂我意思了 反正这样两支外观比较完就更能印证 Pixel 9 Pro XL 才是正统继承了8 Pro血脉的正宫啊 Pixel 9 Pro反而是个原本没有的私生子 但我相当期待将来它的到来 好啦 来看看它这次带来了哪些规格升级 我会以8 Pro当成主要比较对象来讲 首先萤幕大小为6.8寸 比起上代大了0.1寸 解析度就造就了 1344x2992跟上代一样是个奇怪的数字 总之以比1080p高但不到1440p 比例为是主流的20.9 材质为AMOLED 更新率就是老样子的1-120Hz可变 HDR放置亮度则可以来到3000尼特 机身尺寸受到萤幕变大的影响 三维都微微增长一些 且因为机身侧边并放的关系 握起来也会更加的存在感 重量也是微微多了点 那处理器就是Google家的惯例升级了啦 这个Tensor G4发表会是没针对效能方面作任何文章 同样还是那句这是目前最优秀的Tensor处理器 然后仅表示能提供各种AI生存所需的计算能力这样 但至少上代这样用下来 效能方面是不会有啥问题啦 总之实际表现代测定新的不见不散 至于容量呢 RAM总算来到16GB了 所以我说 我家厂商是不是真的该更近了呢 储存空间部分 胎板则是提供256GB与512GB两种选项 上代台湾是只有卖128与256而已 接着老样子没有SD卡扩充 水体SIM卡槽也是坚持只给你一个 但我一SIM就是了 NFC当然也是有的 电池容量5060mAh 因此多了8Pro的5050mAh一点 有线充电速度小提升来到37W 无线充电如果你用PixelStand的话 最高可以来到23W 不然平常最高12W 萤幕下指纹辨识从光学变成超声波 两种技术师都已经很成熟了啦 不能光从名词来断定谁有谁烈 总的还是看使用体验来评断 那2D点不辨识也是有的 方程方税等级保持着很不错的IP68 没有3.5mm有机孔 但有上下双喇叭 相机规格就如刚刚所说 不过这袋的先进图画数也升级了 从之前的1050万变成了4200万 导致就来基于实拍环节 看看这次软一体之间又能插出什么火哈 尤其是那各种AI功能上啊 像是那个一起拍的功能 当初就有在发表会稍微玩过了 接下来肯定是要继续摸手的 那么价格部分 256GB版本是台币39,990元 加4000的话则可以翻倍你的容量 但对比去年Pixel 8 Pro的售价 就还是有涨啦 当时256GB卖35,900元 相比前年的Pixel 7 Pro就差更多了 刚好贵1万 看来下一部分的荷包是要贡献给AI的呢 最后颜色有四种 有跟上代Pro相同的米色、黑色 然后砍掉了海湾蓝 把Pixel 8无印的雾灰色搬了过来 再来就是这个相当吸睛的石英粉 感觉现在很多旗舰机都在走粉色路线耶 而且这个粉色也是走那种淡粉风格 我觉得蛮好看的 这会是我的首选色 至于我所上的这款就是它的米色嘛 只是说是米色它其实也是颇白的耶 在有足够光线的时候它就是妥妥的白色了 而且比较特别的是 它的边框与Camera Island之处 是带有一点点金色的感觉 就像这样 总体来讲我也是觉得蛮好看的 好了讲完大致了 别忘了还有无印款式啊 小只的Pixel 9 换你登场吧 盒装的设计就跟XL大同小异 只不过这款是黑色的款式 那它的盒子也会相应变成黑色的 所以如果是绿色或是粉色的款式 它这边会是什么颜色啊 这我就不知道了 反正其他的话就不多说了 我们打开来吧 再大家感受一下它的内包装 这个是再生纸的设计 我觉得是蛮夹分的啦 相比前几代 嗯设计语言都一样 这台就是全部都平整化了 但是背盖也换成了亮面玻璃 所以如果是黑色款式的话 它就是极容易脏的一款 然后镜头模组还有边框 就都是雾面金属 这些都跟上代小杯一样 有种前几代iPhone那位嘛 比较便宜的机种 就是亮面背面配雾面边框 然后Pro就是反过来 雾面背面配亮面边框 我要如何一眼分辨手上的iPhone 是不是Pro 就是看背后有几颗镜头 那么Pixel也一样啊 如果这个黑块长长的 那就是有三颗镜头的Pro 如果像这样比较短的话 那就是两颗镜头的小杯了 那如果这样放 你们发挥想象力一下 把XL的镜头模组跟无名玻璃拔起来 贴到无印的机身大小上 诶 Pixel 9 Pro 这样你们就有概念了吧 好啦 9 Pro是最后影片的事 现在只能靠脑补而已 看一下Pixel 9的这两颗镜头啦 你们都知道了嘛 就是主镜与超光角镜的搭配 而这两颗的规格 就跟9 Pro 还有9 Pro XL 一模一样 所以主镜是5000万画素 赶快运键1.31寸 超光角相比上代也升级了 那画素同样是4800万 不过我是很好奇 这带的小杯有没有开放 拍摄原生画素的照片就是了 不然上代给你5000万 却始终只能拍1200万 实在是有点不是智慧啊 只晚点再来检查看看 至于侧片的配置就跟Pro XL一样 有边有按键 啊 不过上面就没有毫米波的设计啦 左边很光滑 下面东西很多 这面萤幕是全屏的 然后一样有个至终大挖空 外观就差不多介绍到这 直接来探究内部的规格吧 这个比较对象就很明确是无印8了 一样先从萤幕开始尺寸6.3寸 解析度1080x2424 比起无印Pixel 8大了0.1寸 解析度这个长辨的像素是变多一点点啦 所以硬要算的话比例就是20.2比9 接着更新率维持到120Hz 但同样不像Pro系列那样可以自己变动 至于峰值亮度 虽然不及Pro XL的亮 但也很足够了 机身尺寸我直接列在这边 相比上代的变大幅度是不明显 但就是大了些 这我就觉得比较可惜了 原本上代的宽度70.8mm 是个称值的小手机 现在72mm视野不宽 依旧是好握的 但以小手机的标准下去握 这个手感一定相对不如上代那样舒服 那处理器一样Tensor G4 储存空间同样有两种选择 RAM获得了升级原本8GB 竟然有12GB了 不过容量维持上代那样的E8GB起跳 没SD卡也没双实提琴卡 但有EC米有NFC感应 电池设计幅度则明显了一点 从上代4575mAh变成现在的4700mAh 充电速度的话用线充维持在27W 但奇怪的是无线充电降级了 从原先的18W掉到15W 如果不用官方配件甚至只有12W 主门便是跟随大哥脚步从光学变成超声波 点不辨识也不会缺席 房屋等级就一样IP68 且还是有标配上下双喇叭 不过3.5mm耳机孔就别期待了吧 相机部分后镜头就是Pro少掉了望远 而前镜头嘛就没有跟着Pro那样升级上去了 维持在先前那样的1050万画数 价格方面起步价26490元 也是比去年贵了2000多 看来当初那个无印不到2万元的时代 已经不在了 最后是颜色部分 同样有米色跟黑色这两个固定班底 然后误会跑到Pro上了嘛 取而代之的是莓果粉跟嫩芽绿 这两种抢眼睛色 值得注意的是小杯的粉色 与Pro的粉色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感觉 Pro更加粉嫩 而小杯就真的更像莓果那种偏桃红的感觉 也是比有一番风味我也蛮喜欢 那绿色的话我也是觉得颇好看 不知道为什么 讲着讲着就有点怀念Pixel 6那代上下跳色的设计 显然镜头模组都成为孤岛 应该更不可能用上那样的设计了 反正两支就介绍到这边 让我们进入开机并分享按键手感单元 首先从Pro开始的话 它的松动度我觉得跟上代差不多 就是上代已经有一点点松了 那这代也是差不多的 而且稍微这样子上下的话 就会有一点点声音 那么压感的话就是一贯的扎实啦 有些拿到Pixel手机也会觉得 它需要加大一点力道才按下去会有点不习惯 基于小杯的话 它的松动度反而是好一些些的 当然你们拿到的实际情况可能不同啦 我是以我这边来举例 就是松动度轻微了不少 然后压感的话就是跟超大杯差不多 而这两支出场就还是搭载Android 14啦 可能是今年比较早发表的关系吧 就还不是Android 15这样 不过Google答应的七年大版本更新保证 他们也都是有的 所以应该还是Android 15往后推七年吧 应该是不会因为这样而跟Pixel 8系列止步于同格版本啦 那我们现在虽然不是浅色的背景啦 但已经可以看到这个挖孔的存在感了 不是欸 真的很大一颗啊 而且位置还整个偏下了 你看原本上来都还蛮正常的 这代怎么又退回以前那样了呢 基于这个边框厚度就跟上代差不多啦 好险不是之前Pixel 8a那种有点不舒服的厚度 但如果我们拿别阵营的S24 Plus进来比的话 嗯 只能说Google在挖孔与边框上面要多多加强啦 我顺带一提 你看现在边框流行平面化之后 两只拿起来这样看就真的还蛮像的了 那好啦 盒装配件也是老样子来看一下 你看这次的配置也不太一样咯 C2C的传输线放在这个地方 那么另一面就是说明处与退卡针的所在之处 只是我觉得这个设计也要加强一下啦 因为它真的是有点难抽出来 它设计的太fit了 所以非常的紧 OK 拿出来了 就给大家看一下吧 那对 也就是说那个祖传的A2C转接头也不见啦 那也通常再印一下它的保护壳们吧 我们就开小只的黑色款就好 对 整个感觉就跟上次的差不多 然后边边也跟着变方了 触感还不错这样 重点是闻起啊 有没有IKEA的味道呢 嗯 这次就比较没有了 讲这句话的当下好像有点失望啊 反正开箱环节差不多到这一段落 接着就是我与Google AI独处的时间了 还有很多软体功能没好好告诉大家的呢 我们就有新的部分再聊吧 现在 我与Google Pixel 9 9 Pro XL的生活 正式 开始咯 好 我们先将时间转到当时开箱后没多久啦 那天结束录影准备帮手机转移资料时 我就发现它们已经不像以前Pixel还有多数手机那样 具有传输线传资料的选项了 就是强制者能无线传输啦 再加上当时也发现盒装不再附USB转接器了 看来也间接事宜 将来Android手机有线传资料的情势可能要间接被淘汰了 跟苹果一样能无线就无线 没关系 无线有无线的好 就像Surfshark VPN一样 斯斯科科在云端守护你的安全嘛 是的 Surfshark的用途之多只怕你想不到 最直接的就是能在本地直接跨国 享受到国外独有的内容嘛 那你问我 现在出国已经不是什么难事 用VPN跨国这招是不是已经没那么酷了呢 哼 当然不会 像我也出国过好几次 但在国外的时候总想要放松一下 来点Netflix看看 好 这时你就会发现 即使是那些没有国家限制的影音内容 你还是得面临找不到中文字幕的窘境 这次怎么办 就用Surfshark VPN反其道而行啊 之前都在卫中出国 这次我就卫中我没出国嘛 直接连进台湾的VPN 这下就不用担心出国少了看评娱乐 而且网速也够利 途中也全都是加密过的安全连线 此外Surfshark在付款使用的30天内 也都是可以无条件全额退款的 对于Surfshark VPN有兴趣的各位 影片结束后就去多了解一下吧 而且正次进系统之前 他还会向你隆重介绍Google Gemini 直中期 还不清楚它是什么的也没关系 等等会讲到 反正可以理解成更聪明的Google助理啦 而且还不止这样了耶 却连知道的开机画面也开始加入 Germini的logo了 不晓得先几代Pixel升级系统之后 会不会也变这样 好啦总之来说说 与他们几天后的使用心得吧 现在已经是周末了嘛 没时间抢到这系列的首发评测 不过没关系 那我们就来做一些 别人不会做的无聊测试吧 嗯 每当我这里一次拿到两只手机 我就会想对他们干嘛 没错 就是卡槽交换之数 虽然这光看就有些不妙就是了 小支Pixel 9 的卡槽 边边已经开始有圆角收边了 所以装上大支的之后 对就像这样凸起来 看来很不舒服 但你知道吗 在这情况下 他也是读得到SIM卡的啊 这样大致的装到小支上面也是差不多情况 一样看起来虽怪 但读得到SIM卡 不过还是Don't try this at home 啦 我就差点因为这样拔不出SIM卡槽来 好啦我们终回来讲点震惊的 Pro XL 这样用下来 不意外的这种平面的亮面边框 就是比上代还容易沾指纹 但也不会像iPhone 14 Pro以前的 亮面不锈钢亮超沾又容易刮伤 我这支米色版本的装机用久不擦 看起来差不多就像这样 供各位参考一下 至于小支Pixel 9 就是反过来嘛 边框不会脏 但买黑色的就一定不好顾 所以虽然拼材的机身握起来的手感 当然比Pro XL 舒服 但在娇贵的黑色亮面背面 我的游手实在驾驭不起 因此用它的时候 我还是乖乖戴上保护壳了 不然我会有一种正在玷污它的罪恶感 再来这大有个我认为是退步的地方啦 那其实自动马达很明显跟上代不一样了 手感同样扎实 但力度相对稀了不少 我觉得就是回到火拼旗舰机这样的水准 是上代太让人影响深刻了 而且好处就是不会像上代那样吵了 这边来给大家听听看 在我开箱的时候不是在讲 它的前镜头挖孔又大又偏下吗 而在经过几天的实际使用后 嗯我还是这么认为 而且它跟前几代一样 在少点布等需要用到前镜头的时候 还会多一圈黑色围绕着 所以对 这个时候它看起来就会更大磕了 不过好啦 如果出边空与大挖孔一定得选一种的话 我还是会选择大挖孔 至少平常用的时候没那么容易察觉到嘛 尤其是两台的冰框也算是窄了 只是每次注视到它们的挖孔 都还是会觉得好像是什么工程机或参载机才会出现的东西 一直2024年上万多元的手机 这样真的不好啦 就还真的因为它像XP软量搞个实体冰框 至少看起来更工整 但这就是我自己的主观看法啦 你觉得这挖孔也没怎样 那当然也没问题 至于货外的萤幕亮度 最大的感觉都跟去年差不多 太阳下使用没什么问题 但Pixel 的过热降亮度速度 也比普遍旗舰机快些就是了 与其现在还在8月 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给太阳晒个三分钟就会变暗了 电池缩晓力 我也认为养子都跟上代相差不大 经过我一天的开热点、高亮度测相机等等 大概就是有点来不及撑到我回家的程度 相比当今别拍的旗舰机 它的持久力会差一点 不过也是够用等级了 那么开箱时也有提到 这代的萤幕下指纹辨识 从光学变成了超声波 虽然没办法共同名字的支持也比较优 但用了就知道 这代的表现确实是有感进步 手指需要停留的时间比上代还要短了 辨识度也很高 无论9无印还是9 Pro XL 都是 差不多就是S24 Ultra那种感觉很爽 至于这个Pro独占的背面温度感应器 其实也是有改进的 显得它会结合相机 让你清楚的知道 没有在哪边去测物体温度了 不然上代确实是常常对不准 也不知道这改进家来会不会下放到8 Pro 但就目前拍片为止是还没有的 好啦,最后开始讲到软体了 就来探究Pixel手机的精髓 AI吧 像去年Pixel 8系列的那些AI功能 比如换脸 AI桌布 魔术降噪等等 这边我就不多提了 不过这次在图片P集上 又多了不少新东西可以玩啦 现在就来举例一个 首先同样进入魔术修图 然后选选出一个范围来 诶,但这次没有要插掉或是搬移东西了 点选下面的智慧编辑 接着它就要你打一些字上去了 也没错,它就像我们之前Photoshop玩的东西那样 以文字转图片的方式 在你照片的选取处整天更多东西上去 一次会生成四张不同结果出来 都不满意的话可以再生一次 那整体表现,比如契合度与达意程度 我是认为有70%啦 跟Galaxy AI的画图转实体比起来 我觉得三星比较有做到我脑中想象的那个模样 但两者的性质不太一样嘛 一个是打字,一个是画图 还是各有各的好用之处 然后你也不能让它生成人物相关的东西 这个在意料之中 就跟当今Google的AI还是没办法玩消除火招游戏一样 隐私考量 接着来看看这个自动构图修正 换个说法就是自动扩图裁切啦 放一张照片进去,它会给你更广角 裁切过或是横照片变直照片的结果这样 那这就是看到AI扩图生成的功力了 而这样用下来的感觉就跟当今AI很像 大部分都还不错,就只有少数几次会翻车 然后其实Google也偷偷加入进行入场很爱玩的幻天功能了 有时侦测到天空,它就会跳出晴空或是夕阳状态的选项 生成出来的风格各位应该也能想象了 但它不像路上手机有一大堆天空总力让你跳就是了 然后这个是任何手机的Google相簿都可以玩到不线Pixel 另外也还有其他不线Pixel就能使用的魔术修图功能啦 比如这个AI肖像我觉得也很好用 像这种人物照就可以一键帮你闪景,消除路路人 或是帮你打光之类的 各位没Pixel手机的也可以玩玩这些 基于那个Google一再强打的Gimini 其实也是其他手机都能用啦,iPhone也能用 除了可以问他各种事情 比如用小孩也能懂的语气介绍Pixel 9手机 或是请他教你怎么追到心意的女生等等的 生成出来的速度很快 偶尔也会有一些参考程度吧 那你也可以附上照片给他参考 总之有玩过Track GPT 或是其他各种AI引擎的 对这一定不陌生 这个观点也是蛮中立不偏普的啦 不会瞎捧Google之家的东西 这我也觉得蛮不错 那要是照片包含真人 他也同样不会办理任何事情 另外目前Gymine也虽然能用繁体中文来跟他沟通 但有些功能还是非得要打英文他才会理你 比如生成图片就是这样的 而值得注意的是 如果你的Android手机装了Gymine 他就会顺势把原本的Google距离给NTR了 不仅手势触发距离会变成Gymine视窗 直接开启Google距离会问你要没有改用Gymine 但一些装饰上的功能 他还是得靠Google距离来达成啦 比如要他更改装饰上的一些设定 旁边就会出现Google距离的logo 告诉你目前这指令是由Google距离处理的 反正Gymine讲到这 现在又要来说说目前Pixel 9系列图站的东西了 让我们开启相机看看这个一起拍功能 简单来说就是让长进的人也有入境的机会啦 那一开始他会要你移动手机 让他熟悉当行环境 好了之后先帮你的小伙伴拍照 也记得让他们帮你预留一个你也能入境的空间 拍好之后画面中的人可以离开 并将手机交给另一个人 对这时你就可以站在那个预楼的位置 并请长进人对准C的白框然后按下快门 最后就深深出这张所有人都有入境的照片啦 也还真的是有模有样 同时前两张个别拍的照片也会帮你保留下来 总之有好好使用的话都可以得出不错的结果 嗯...那如果不好好使用的话呢? 对你们的阿爵又要准备把AI玩坏了 首先来个基本盘 同样是第一张先拍两个人 但这个时候呢 我们只让一个人离开另一个人留在原地 然后交换长进由我加入其中 而且我们让这个留在原地的人故意换个姿势 就来看看他会不会错乱 结果呢得出的照片还是没问题的 从结果来看它是采用了中心人第一张的动作 然后第二张只保留了我自己 好压力测试Part 2 我们选择这个一堆车子开过去的地方 让这个背景很不固定 结果好笑的是 这个骑机车的路人就这样 以一个机车不见的悬空方式停留在画面啦 大家不管啦照拍不悟 结果你猜如何 成品的路人就还是消失啦 说明这手机后来还是知道 它并非我们要拍的主角 欸还没完 刚刚是一堆车现在是一堆人 我们就故意在一堆人终要走过来的时候按下快门 结果在准备拍第二张的时候 手机似乎已经知道那些是不需要保留的路人了 且即使路人已走掉 它还是知道这是当前的背景 最后果然我们两个都顺利入境 然后这几张下来也能推论出 它应该都是挑第一次拍摄的背景 作为最后成品的背景 所以像这张就是把第一张很多路人给拍下来了 没关系这时候就是搭配刚刚讲的那些AI修图 让这张照片变得更好吧 好再一个考验 我就很想知道这个一起拍的功力能到哪边嘛 所以我到了这个超暗的地方 看来这功能是没办法跟夜景模式同时混用的 而且这次除了扫描区域要扫半天之外 人物进来 他好像也还没发现到 所以快门界是反白的还不给拍 但是呢 后来他又神奇地抓到人物啦 拍下第一张换我入境的时候他也有侦测到我 成品出来说真的也很可以耶 照片按了线也没关系 再后织或是同样AI伺候就好 那你说 所以这功能就真的没有翻车的时候吗 有啦 就好比我们在玻璃电梯里的这个测试 如果在情境中按下第一次快门 这个人物就会随着电梯一起被带走咯 对啦 所以要注意背后的场景变更还是不能够太大 虽然在世界上 应该也不会有人想在这种电梯里玩这功能就是了 然后这个一起拍功能 如果你时常一个人在外边缘没人就 就像我一样的话 其实也不用怕你用不到啦 就来看看我怎么表演吧 好的各位 对我现在人在台中这边 没有错一个人来这边啦 那么我们要如何做到 像自己变得比较不像是避免的样子呢 就用我们的Pixel手机啦 那我们还要准备一个东西就是脚架 脚好我们的Pixel 按这个一起拍模式 顶着它的指示先移动一下相机 让它收集一下环境 哦对 一个人拍这个一起拍还是有点麻烦啦 因为它这个一起拍的功能 并没有什么倒数计时 所以你就要用东西来遥控了 那我现在就是选择这个 手机的虚拟蓝牙滑鼠 它就可以这样子直到快门前了 好了之后就可以拍我们的第一张照片啦 好啊在哪边 就是先站在这个位置好了 1 2 3 好那他这边就会提示你说 将Pixel交给他人 另一个他人也是我啦 那现在就是看我第一张照片在哪边 然后第二张的位置大概哪边比较适合 我们就知道一点通过它 稍微的模特上啦 1 2 3 OK 如此一来就处理好了 虽然这个距离好像说它都不是很准啦 天哪我到底在干嘛 好啦 反正一起拍功能展示完 来看看同样仰赖于AI功能的影片强化 这东西比较像是靠着AI来突破原有的硬体限制 比如录影画质可以提升至8K30 不然原本Pixel最高就4K60 或是要4K60的影片也能以HDR10盒子来录 又或是这个夜市影片 让你进一步提升暗光录影的清晰度 不过这些功能呢 很抱歉就只有Pro系列才有啦 这我认为就是Google可以要区分开来的啦 无垠的规格明明也能做到这些的 而且他们也都还是仰赖云端计算 所以你整部影片都要备份到Google相簿 影片一多就很吃你的云端空间 除此之外处理也是要一段时间的 十几秒的影片也要花半小时以上来处理 而且有个地方需要各位多加注意 当时我就觉得奇怪 8K强化过的答案出来 结果查看解析度这也没有到8K啊 就差不多4K而已 后来才发现 是这个Google相簿要开启原始画质的备份啦 开来之后再让强化器软过才能获得8K画质 而选这个强化 原先录的影片解析度会是1080p的 所以强化过的细节当然进步非常多 诶?那跟那些人原生录8K影片的手机相比呢? 其实真的是有得比的欸 虽然还是有着修补痕迹 但细节有接近了 但我是觉得 这个漫长等待时间真的还是颇影响体验的 一定比不上笔台能直接录8K 急拍急得的手机 好,至于这个夜视影片 后来我发现处理完后的影片档也会 从1080p升级到4K解析度 此外色深也会变成10比特 常画过的结果嘛 最有感的就是杂讯少了很多 然后也有锐化细节 观感觉确实有变好的 会觉得影片更加清晰透彻 但还是经不起放大就是了 也不会像夜景拍照模式那样 帮你把暗处进一步加量 只是论实用度而言 就还是高于刚刚的8K强化 但就是...对,同样要先经过等待 那其实Pixel 9系列 还有更多的AI功能还没讲到啦 只是就又跟之前一样 目前台湾等中文地区还没开放 比如更聪明的AI截图整理 Pixel Screenshots 或是更好玩的图片生成Pixel Studio 其实现在在这里通通不能用 没办法找埋脚享受 反正AI我们就先讲到这啦 来说说其他软体上的东西 大时代发表会拿起展示机 那刻就有两个地方很不能让我接受 第一个就是挖孔嘛 那第二个就是被挖孔连带影响到的状态栏 因为挖孔又大又偏下 所以状态栏也跟着很厚 此外状态栏物件是上下之中的 所以像是实践与图标那些 就会很明显跟旁边的挖孔不对称 我有用舒途的方式来用状态栏物件 与挖孔对称并看看感觉 对嘛,果然这样子就舒服多了 至于上代这里 其实状态栏有刻意加厚度 往挖孔下延伸一些啦 但即使这样除了依旧比支带薄之外 状态栏物件上下之中也不会有不对称的问题了 结论就是... 对,都是支带挖孔惹的祸 然后后来我才注意到 现在Android 14 的锁定画面时钟 能调的样式也很多了 然后也能细调颜色 虽然我的感想还是跟先前差不多啦 就是多数看起来都蛮诡异 但至少还是有两三样式我愿意拿来用的 不像先前我宁愿只用预设的 然后现在锁定画面左右下角也可以自定捷径了 选项没很多,但还算够用 此外开启它们的方式也不像以往又滑动的 而是像iPhone那样靠长按来进入 这些都是我身上Android 14 的Pixel手机就有的功能啦 接着我们效能测试走起 刚刚有说Tensor G4 官方并没有在效能进步上 琢磨多少嘛 那么我们就先从GPU 游戏表现来看 到底是不是真的没加分 二属能压力测试的结果出炉 嗯,好像的确连常规升级也说不太上 以大致的来说,这高分高了100多分 不过这成绩依旧还稍稍不如几年前的高通8加捐腕 此外稳定度这代也是退步的 跑到后面有这样明显的降频现象 而这一将也变得比商的还要低分了 总体来说就是,这代Pixel的游戏体验 不会跟商代不一样到哪去 跑多数游戏都OK 但我们跑大作还是请转载高通联发科 那换成CPU方面的表现 Tensor G4 的多核同样就是比商代快一点点 这两代的成绩都是介于高通8加 Gen1 与8 Gen2 之间 有点妙的是我这里测了几次下来 Pixel 9 与9 Pro XL 的单核成绩差别还蛮大的 不过到了多核就变一样的了 反正这三次我日常用下来 真的是感受得不到它们的差异在哪里 换句话说就是都很够用了 接着喇叭表现走起 还记得去年Pixel 8 系列评测 我有说到7代到8代整个外放表现进步很多吗 那现在就是8、9代之间的对决啦 就来看看Pixel 9 系列能不能再创佳击 Let's go! 对衣衞 诶,这台确实又进步了一点 不像去年比较亮油感 但9 Pro XL的高音穿透力又比商代更强了些 低音则跟上代一样厚实 所以整体下来高低音之间就更加平均了 至于小只Pixel 9可能还是因为体积受限吧 除了低音比较不厚实之外高音也尖锐了些 不过重体表现还是不错的 好,那么真的要来谈谈相机了 最大背的后镜头就是标准的三镜组合 主镜头沿用之前的三星ISO Cell GnK 感光元件 尺寸没有很大,画素5000万 焦段25mm,相比当前普平23mm的烟水手机就是窄了点 望远镜头也是沿用上代 就是1800万画素配上5倍光学变焦 超广角的感光元件有升级了 理论上可以提升它的夜拍表现 前镜头画素也成了之前的4倍 自动对焦同样也具备 这不看来这些所有镜头的画素都是不低的呢 那么Pixel 9的话就是拿掉望远镜头 主镜与超广角都跟Pro一致 这也是Google好几年来的标准做法了 前镜头会优先给Pro好料的规则在这里也没变 这次就还是跟上代同一颗啦 那么就打开相机APP吧 整个界面逻辑就还是跟上代一样 会把拍照与录影独立分成两个大区块 这也造成它的快门键相较其他手机更偏向内部 但我平常的主力也不是Pixel 所以对又经常重演去年评测Pixel 8系列的戏码了 想按快门结果按太外面 而且按到旁边这个物件 手机同样会有震动反应 这次我就会有大概半秒屋会自己已经拍下去了 但这单纯是我自己的问题啦 拿Pixel当主力的当然就不会这样了 就跟那开关键的位置一样 再来角落齿轮图示 点进去同样就是这些设定 其中这台计时器多了5秒的选项 但这个将来就Pixel一定也会有 而旁边的专一模式呢 嗯很可惜这次还是只有Pro系列独占 也就是说Pixel 9无影不能拍RAW檔 而且同样无法拍出原生画素的照片 另一侧的设定图示 无影点进去也不像Pro那样 还有快门ISO等参数可以手动调整 看来以后的Pixel也都会这样分个Pro与非Pro了 不过我额之带新增的且非Pro也有的东西 那就是进夜景模式 秒数可以直接让它变成最长的天文摄影了 以往还得等到环境勾按 且让手机完全禁止才能触发嘛 现在这也是手持状态也能让你拍了 但你可能也要席得石膏般的手臂就是了 哦对 也能看到现在天文摄影的倒数字体 比先前还大不少 脱中以后有新兴的动画 就比以前还好看了 那接下来的心得又没无影的是了 比如就在9 Pro XL 在高倍率望远下的稳定度 以及曲景的揉硬程度 我觉得都比上代还高上不少 然后夜景模式下 也可以同时启用5000万画素与RAW檔 这个上代就有了啦 但我就这次才发现 接着Pro的前进动画素升级到4200万了嘛 但很可惜它还是只给你1000万的储存选项 开了RAW檔储存也一样 接着一个我相信8成是软体没写好 但蛮让人在意的问题 就是它主镜切换到望远这段的过渡画面 你会看到明显的倾斜 但主镜跟望远镜头本身 明明都是有水平对齐的 总之在录影过程尤其明显啦 虽然这代进步的地方是 它放大后马上就能切换到望远了 不像上代有明显的延迟时间 但你看这样的切镜头瞬间 它就是让人蛮不舒服 而且我认为是不正常的行为 希望将来能透过软体更新改善 那就来到我们的照片比较时间吧 先从Pixel 9 Pro XL 还有其他大背门开始 所以比较对象除了上代8 Pro之外 还有S24 Ultra 与iPhone 15 Pro Max 首先两只Pixel 24厘米的焦段 确实让它的画面拍起来 比另外两只窄一点 那拍摄这样的时候 它还忽大忽小啦 9 Pro XL 自己拍出来感觉比较暗淡 但实际上调色风格 是跟8 Pro 差不多的 三星会鲜艳一点 但Pixel 也不会到很普实 逆光重启这边因为当下云很多 所以也没有很腻 但这当我同时都往旁边按出去测光 结果8 Pro 是有帮我更积极的去拉亮的 只不过大家就是更多的杂讯了 9 Pro XL 这里 我相信将硬手动调亮 也会获得差不多的结果 那也能看出 两只Pixel 的白平衡是相对比较准的 三星跟iPhone 在这里都偏绿了 那就来看看超广角吧 这里太阳终于清楚了 可以睡眠考验它们的 HDR 结果两代Pixel 的 HDR 程度果真都差不多 跟三星算是平起平坐 调色方面一样三星更加新艳 而9 Pro XL 的白平衡在这里比上代绿了点 所以会有种输液更加翠绿的感觉 然后广度这代Pixel 是稍微不如上代 但不比较完全感觉不出来 也还是广于iPhone 一些完全够用了 角落的纸边现象 从这看来这代Pixel 是有再进一步抑制的 但这几次都很有旗舰水准了啦 平常使用都不需要挑剔了 接着准备来看看望远 然后你看这两只Pixel 在这边就真的几乎是同张照片了 风格都一样 那现在我们放到两倍 此时都还是用着四只手机的主镜头 所以这时要做什么各位也都清楚了 放大看细节 两代Pixel 在这里也真的是看不出差异来 然后三星的锐化感会更加重些 iPhone 则是没什么锐化 这种柔和感就会让人觉得它细节不够好 那么现在就冲动望远镜头吧 2024 年的旗舰机 在10 倍这个倍率之下真的完全不需要担心了 四只手机都相当清楚分不出胜负来 但是30 倍的话就可以来说说啦 其实两代Pixel 用的望远镜头各个相同 不过从这里还是能看出9 Pro XL 下的锐化相对更多 但带来的结果就是 9 Pro XL 乍看之下更清晰 but 实际上一些8 Pro 有拍下来的细节 是被9 Pro XL 给抹掉了 总体来讲我还是会觉得8 Pro 白点望远的表现更好 而 S24 Ultra 就是同样很锐化 但保留的细节比9 Pro XL 多一点点 iPhone 就没办法了 这几期里面就它望远镜头画素最低 结果是Pixel 9 5亿没人权的超高画素 其中两只Pixel 是5000万 S24 Ultra 2亿 iPhone 4800万 结果Pixel 们的表现都很不错啦 就是真正实实给你5000万画素概要的细节 滚气息度当然还是2亿画素的S24 Ultra 更好 但真的不会差太多 而 iPhone 的话就逊色了点 再来给大家看看我的午餐 猜猜猜在哪边拍的 答对没奖励 总之9 Pro XL 除了白平衡稍微偏红之外 色彩处理方式都跟上代一样 后面的散景程度不用说嘛 一定相同 应该说这几次的散景都是没差太多的 比方说这几次没有那些1寸超大底手机加入其中 至于超广角微距 9 Pro XL 换了个底子之后 在这方面的表现还是差不多 有啦感觉细节又好一点点 然后同样都可以拍到很近的距离 基于时下流行的望远微距嘛 我测过了 Pixel 在这方面完全不在行 所以就跳过吧 来到夜晚这里测试他们的夜景模式 这边我是先点击画面中间处再按下快门 结果这次9 Pro XL 的亮出一致 是明显比上代还轻的 但还是稍不如X24 Ultra那样积极 放大看出细节 只能说3CH 手机表现都很不错 但就是略出 iPhone 一点 瓷砖的戏风硬是被苹果多保留了一些 两代Pixel 在这里则是互有胜负 反正就是没有明显的进步 但是这个底子升级的超广角 面对夜晚究竟能不能拍得更漂亮呢? 诶 真的有好一点 树叶与建筑物的画质都相对有提升 跟 iPhone 相比算是打得有来有回 AZER 4 Ultra 就还是下去吧 明显最模糊 超广角结束来看看晚上的望远 经过先前X100 Ultra 的震撼洗礼后 我也是觉得测这个越来越有趣了 总之放大到5倍 已经能看出4C的处理方式都不同了 因为它比较模糊 9 Pro XL 有另外锐利化过 在这里效果也不错 AZER 4 Ultra 就是不太锐利化 但颜色有还原甚至刻意更显眼 Super Mac 则是既清楚颜色有还原 但整体照片偏暗 放到10倍它们就还是相同的处理方式 表现我认为各有幼缺 但总体还是 iPhone 最OK 然后目前这已经是 AZER 4 Ultra 夜景模式的最大倍率了 再来继续推进喔 到了30倍 这边我就会觉得 9 Pro XL 一味的锐利化没好处了 相比上代是不模糊 但这代整张照片都显得脏脏的 AZER 4 Ultra 少了夜景模式后 变成这样暗出不行了 那 Super Mac 只能说是变态啦 上次X100 Ultra 的评测我也有称赞过嘛 你看它这里可是打败了 这场其他几只高画素望远手机啊 接着前镜头时间 整个升级成4200万号数的 9 Pro XL 前镜头 虽然拍不出人时画素 但你看这个广度也还真的又有进步 上代那颗前镜头就已经比 iPhone 还广了 那这代更是能容量更多景物 调色方式也很自然 我满喜欢 那如果这次将8 Pro 的镜头 画成无影映Pixel 9 不意外看起来感觉就都一样 总是想要有最好的自拍体验 那就是9 Pro 系列走起 细节也有保留到位啦 在没看美颜的情况下就是忠实呈现 也不会像照妖镜那样给你额外锐化 接着录影这里 我们就拿两代Pixel Pro 下去比 画质都开成4K 60fps 那只能说完全没进步也没退步啊 整体手值稳定度还不错 但还是能看出画面始终有小隧动 啊对 都说到录影了 就来让大家回味一下这去年的酷东西吧 好 现在顺便来测试一下 他们两个之间的收音表现 我现在都会经过降噪 一开始是有风声嘛 那现在就是有很多车子的声音 那来听一下 两只手机他们降噪的结果会不会有差 这个Google AI在经过一代之后 会不会变得比较好 再来我们还没结束 各位别忘记小辈也值得拿来比较一下 对 就是要来看看它的主镜头望远能力 比较对象的自然就是苹果的iPhone 15啦 那这两只也都有独立的两倍变加按钮 在这之下的细节两者就没差到很多了 其中Pixel是稍微细致一点点 那放到10倍之后这个差异就明显啦 iPhone 涂抹感很严重 但像是绿叶就刚好被涂得有模有样 Pixel 则是走一个忠实呈现派 但这一体的模糊感也就会比较明显 不过我会更加喜欢Pixel 带来的感觉 解释同样的望远夜拍场景 我们再用这两只拍一次 直接放到8倍来看吧 就是很妙的是 两家处理方式反倒跟白天逆转过来了 iPhone 每刻一锐化走一个自然风 Pixel 则是整个清晰度都想拉超高 那我只能说这两张都不算拍得好啦 这表现要是搬到三年前没有望远的手机 我觉得觉得很惊艳 但现在随着大家的进步 整个胃口也都被养大了 嗯,这也是各家厂商每年都极力 想让自家产品持续精进的原因嘛 身为 AI 龙头的 Google 到了这代当然也得端出 各种实用与花效兼具的功能 抓住消费者的心 但怎么讲,这个问题就来了 Google 一着强打的 Gmini 其他手机也能用上 一起拍的功能很好玩 但两三个人的场合 直接用前几头来拍好像也不是不行 就是乐趣性居多 这手机最吸引我的功能 可能就是在照片上面文字转子糊片了吧 其他要码不怎么好用 要码台湾还不能用 要码Google也有开放给非Pixel手机来用 就这样成了一个 因为Google而强大 也因为Google而尴尬的处境 总之自带着Pixel 亮点就是不如上代 毕竟去年Pixel 8 系列 真的是 AI 手机的领头羊 具备了许多当年别家都还没有的酷东西 导致今年大家 AI 都玩起来了 同时Pixel 9 系列独占的东西 也不是非常亮眼 硬体规格也没有明显升级的感觉嘛 使得我也觉得 只有Pixel 7 以前的使用者 才有升级到这台的必要 不然就是像我一样 继续期待Pixel 9 Pro 与 9 Pro 4 的吧 那么影片就到这里结束了 它们依旧是台不错的手机啦 只是我会想在它身上要求多一点 就希望下次音体设计更有感 然后加入更多让人眼镜一浪的 AI 功能吧 我还是相信之前讲的那句 AI 试骗相当值得耕耘的甜底 未来几年就靠各家厂商 来开发出更多可能了 谢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